我们现在都好期待的 咱们赶紧地把赵大哥和大嫂 一块请出来了 好吗 来 我们掌声欢迎 大嫂你好 来来来 请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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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大哥你好 来 请坐 来 坐坐 坐坐 文成大哥在这儿聊了会儿天 对我们这个环境就熟悉了 有点像金融思一家客厅一样 来 坐下吧 早呢 都坐下吧 这感觉都其乐融融的 到了家里了 我能感觉到刚才听文成大哥一聊起来 都把两位当亲人一样 当时是怎样对文成大哥 多了一份关注 文成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弟弟 他把信交给我们夫妻两个人 我们就得把这个情欢给他 人家是振心失意的 他遇到一点点困难 想依靠我们 我们就得不能跟他动心眼 不能跟他一时一会儿 就得要跟着他 对得起他的这份信任 对 尤其文成这个他比较 他不好说 他是我的一个榜样 他是您的榜样 是我的榜样 怎么讲呢 我是全国的那个孝子 人家把这名字给了我 什么意思 我们两口子是可以讲是个孝顶儿女 对 实际我们这些东西做得差得还很远很远 这有一点怎么来的 也是靠我们身边这些个朋友们互相讯息 文成他是个盲人 他家里边还有一个盲人的妈妈 都没有眼睛 他把老娘伺候了十多年 给老娘养老松松 这是很好我的学习榜样 他蛮可以跟他兄弟姐妹说 我有困难我养不了 你们养去吧 你兄弟姐妹也会都接受 但是他作为老大哥来讲 带他家里边 他因为这份责任就该我担下来 所以对我们两口子是多好的教育 这些东西是个孝顶儿女 是个孝顶儿女 是个孝顶儿女